佔殺罪前年平安夜有示威 男學生因為拒捕令到警員受傷 三項抗拒警務人員罪被判監禁六個月 他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21歲被告盧晉升前年12月24日 在海港城三樓向商場中停訂紙張 警員追逐時被告反抗增震 導致多個警員受傷 包括撞傷額頭和手指截斷 被告當時亦有受傷 裁判官考慮拒捕的程度 及警員傷勢 三項抗拒警務人員罪 共判監禁六個月 辯方期後申請上訴定罪及刑期 裁判官說證據確鑿 上訴理據薄約 但是刑期不長 批准被告以一萬元現金補償 不得離港要定期到警署報道 遵守蕭禁令